在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感情生活都是非常复杂的 特别是有的明星的感情除了复杂之外 还整得很神秘 根本就不想被外人所知晓 不过就算明星们演得严严实实的 也总有暴露的一天 可在圈内却有这么一个明星 他的儿子已经21岁了 可对于他儿子的妈妈是谁 这么多年来 他却从来都没说过 就连对他的儿子也从来没说过 这位明星就是陈坤 他的儿子就是陈尊佑 这么多年来 陈尊佑的母亲是谁 一直都是网友们很好奇的 也有很多网友都在猜测 陈尊佑的母亲是谁 会不会是娱乐圈的女星呢 在前些天陈尊佑晒出的合照中 就让网友们又动了猜测之心 因为从陈尊佑发出的合照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身旁做了一个年轻女孩 对面则是一对老年人和一个中年女子 在看到这名中年女子后 很多网友都觉得 她和陈尊佑有点相像 所以就猜测这名女子 会不会是陈尊佑的母亲 然而在网友们的深挖之下 发现这名中年女子 只是陈坤家里的保姆而已 所以这个传言也就不了了之了 回顾这些年来 关于陈尊佑母亲的猜测 网友们大多数都是 瞄准了圈内的女星们 就比如和陈坤合作过 金粉饰家的董捷 就曾被网友们怀疑过 因为陈坤和董捷在剧中的形象 就是很多观众眼里狼才女帽的一对 都觉得他们走到一起的话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不管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 都给观众一种非常般配的感觉 然而这种猜测在时间上却是对不上的 因为金粉饰家是在2002年才开始拍摄的 陈尊佑也是在2002年出生的 所以并没有这种可能 接着和陈坤合作多次的朱迅也被怀疑过 要知道周迅和陈坤的友谊 在圈内可是众人皆知的 是关系非常铁的一对哥们 在陈坤刚出道时他就和周迅合作了 向吴湘雨又向风以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 两人在这两部剧中不论是演技还是长相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两人刚出道时的成名作 当时两人在合作这两部剧时 刚好和陈尊佑出生的时间点很吻合 所以就很有可能 不过面对这样的猜测 周迅也曾回应过 两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可对于他来说 陈坤就是男闺蜜一样的存在 坤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特别的不说话的 对他是一种 哦真的 现在呢是搞坏了怎么回事 现在 现在绝对有 有些时候是个话牢 我觉得他 我跟他多少年了 反正也快将近20年了 20年了 就我看他这一路一路 慢慢的就是打开 慢慢的越来越好 他属于男闺蜜型 闺蜜对 是吗 无话不谈的 对 记得在周迅和高盛远的婚礼现场 作为好友的 陈坤就带着儿子陈尊佑送上祝福 而周迅在台上 也是展示了他大大咧咧 豪爽开朗的性格 只见周迅在看到陈尊佑后 显得非常开心 接着还毫不避讳的开口 直言陈坤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不得不说 周迅敢在自己的婚礼上 说出这样的话 可见他和陈坤的关系有多好 不过周迅的这种大方承认 却也让很多网友都打消了周迅是陈尊佑母亲的念头 如今陈坤依旧没有说出陈尊佑母亲的打算 而长大后的陈尊佑也没再纠缠自己母亲的身份 可能再过一些年后 陈坤就会主动说出来吧 就是不知陈尊佑得惜自己母亲的身份后 会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那么对于陈坤隐瞒儿子母亲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儿子也曾经问过 问过你妈妈是谁 妈妈在哪 你说过若克林之后会告诉他 我反正回答了他一整套 完了绝了他的这个思想 他之后现在也不敢问我了 当问题这样的角色的缺失的话 对于他的心理成长可能会是有弊病 我觉得也会 我觉得也会 但我没有办法 我长大也是只有妈妈的 也还长得蛮好的 就是你要接受你发生的 所有的事件的因素 这是一个必然成长的过程 要接受的事实